新浪娛樂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蔡旭坤 之前沒有太多的關注 因為接節目 所以做了非常多的功課 你做什麼功課? 這個就要保密了 看了節目就知道了 第一次面對的話 其實說實話 因為對我來說是壓力很大的一件事情 那盡力的去把該做的做好 自己在心裡跟自己說 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 但其實是在努力的跟上節奏 你自己有努力擺出一副自己嗎? 還是比較放鬆的 因為這次的環境還是蠻放鬆的一個環境 因為都說我們當時男生是窮養 女生是富養 他們的環境真的很好 自己當大家一天就已經感覺到富養了 對 我最大的感受是大家吃的蠻好的 很豐盛 炸雞啊 燒鵝啊 甜品啊 這個我們當時是沒有這個福利 那肯定沒問題 其實是偷偷在臉 當時的事情了 現在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 希望有機會再能夠這方面再跟前輩再學習一下 再請教一下 這個也得保密 這個是我答應了那個陳導 節目內容好像是不讓腳 我是一個很嚴格的製作人 不苟言 孝心 你來一些欄目反出的時候 你跟你們看製作表面的成績表現是怎麼樣 我很嚴格的 小心喔 專業能力強的一定是我會最關注的 我能跟他們分享的就是 能睡覺的時候多睡一會兒 因為體力很重要 能吃的時候多吃一點 因為吃了這一頓就沒下一頓 這就是切身的經歷 還有就是沒什麼秘訣 就是要練 真的是要付出努力和時間的 那我覺得衝不下去 為什麼太平了 不要到你的境界了 那我覺得還是要身體第一 畢竟是女生 男生怎麼樣都行 女生還是要身體要注意一下 我就更像是一個學長的角色吧 陪伴他們把我之前的一些經驗 能夠分享給他們 私下其實聊得還蠻多的 每一個導師都有特別好玩的點 比方說像Ella姐 她會經常跟我們開玩笑 Johnny J老師呢也會有一些冷笑話 那Lisa老師呢也是 經常她會加入到我們的聊天裡面來 因為語言不一樣嘛 所以會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語言上的梗 我跟Ella老師很久沒見了 我跟Ella老師很久沒見了 所以我第一句問她 Ella姐你還記得我嗎 她說不記得啊 對你沒什麼影響 對我們就是互相逗 見她被你比身高 沒有沒有 我已經拖了瓦子去的 我覺得我沒有變 雖然說壓力很大 但是我還是之前的那個我了 我不覺得古樸啊 我覺得蠻好的 我是5G的 之前你自己的姿勢還蠻時髦的 還可以 那看你不還結了一個 跟紅肉那些圖嗎 大腸公有 對對對 大家也很好奇 你是真的是 自己想到那個回復的方式 還是看到別人的體制 對 大腸公有嗎 都是革命的感情 大腸公有意出手 熱搜必須高到手 對吧 超緊的 有點土嗎 有點土嗎 超熱鬧的 因為有些還沉掉了 拼命在撈 你知道嗎 我說誰的沉掉了 快告訴我我來撈 結果很熱鬧 幾乎就是兄弟之前那種感情下子 重新染上了 我會截圖啊 我現在會嗎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這個我還沒真本看到 你沒有看到嗎 就是你踩點很準 你踩到很 哦踩點的視頻 我有看到 但我忘記是哪一個 我有印象 我好像有看過 我下去再看一下 能估計速度還是要提速 這個真不知道 我覺得我能預測到的一定都上不了 你預測要不要 我們就到手 我給你打打臉 衝呀